我覺得它這個檔案格式真的比較少見 叫什麼YAML 這個我完全沒有遇過的 就一個檔案格式 這個檔案格式的話 YA 這個我沒有特別的查 不過我覺得好像很少見 這個H 請給各位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練習一下 其實我有把最後完成的程式碼也放在雲端上面 我覺得104題可能比較重要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將來希望把某一個檔案輸出成一個CSV 不是CSV 我們現在就輸出CSV 但是我現在需求是 我現在要輸出成一個Junson檔 OK 不是輸出成Junson檔 是Junson 那 你不會看 那這個地方就是要怎麼輸出 這個Junson檔 這個Junson檔 Junson Junson OK 那 它的結構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有一個 這個 我來放大一下看一下 它其實結構是這樣 就是 外面一定是一個大瓜 所以它的結構外面是一個字典 然後一個字典裡面的話有個Key Key的名稱叫people 後面有個Value Value裡面的東西 Value裡面的東西是一個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中瓜湖 到這邊中瓜湖 然後這個串列裡面 還沒有 它那個Value裡面 它是一個串列 串列裡面有三個字典 所以你會發現又是字典 又是串列 又是字典 OK 那以後的當然 最好就是說 如果你們可以自己找個題目 把CSV反轉 成一個 這個Junson的檔案 有沒有 你可以Junson 轉CSV OK 你也可以把CSV再轉成Junson也OK的話 哇 那表示應該是 就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就是說 一般 Junson轉CSV 相對簡單 可是呢 你反轉的話 難度就比較高 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 它外部是一個字典 所以我們該怎麼建呢 第一個當然我覺得是什麼 外部先建一個字典 所以我先產生一個空的字典 第二部的話 裡面有一個people 所以我建一個key 叫people people裡面後面有個value 所以我在這個value裡面 再建一個串列 在這個串列裡面 再放三個字典 其實程式並不複雜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即便是 變化不大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然後我這邊的話已經把程式 預先寫好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一樣我們要會用到一個 Junson的這個module 然後裡面會用到一個 如果要把它輸出成一個 Junson的一個檔案的話 在那個f物件的話 是點write的方法 那在Junson的物件 Junson的那個物件的輸出的話 就是一個叫點dump 有沒有 的一個方法 輸入是low 輸出是dump OK 那首先的話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我要把剛剛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分析 所以將來考試的時候 他會給你這個文件 而且是列印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旁邊 然後再逐一來比對 第一個特別注意 外面是一個大瓜湖 所以第一層就是 就是什麼 你就先把它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字典 這邊是空的字典 有沒有 data等於一個字典 OK 那第二的話呢 它裡面會有一個什麼 people的一個key 所以底下的話 key特別是說 這個叫建一個key data 中瓜湖 裡面放一個people的名稱 那等於什麼 後面就是一個value 那value後面呢 我先給它一個空的 空的裡面要放什麼 一個串列 所以我就是意思說 在這個value裡面呢 放一個串列 那串列裡面要放三個字典的話呢 特別注意 就針對這個 這個的東西 裡面要放的話 那後面就直接 在data的people 底下要再新增資料的話 新增三個字典的話 那就append append什麼呢 分別把它這個字典裡面有三個欄位 一個叫id id就編號 name什麼名字 country 哪個國家 有三筆 那分別的話呢 就append一個兩個三個 那底下的結構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字典 所以字典的話一定是什麼 大瓜湖 然後呢 key是什麼 id 冒號 它的value 在後面都用字串 所以分別把這三個資料 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最後的話呢 這個data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 所以啊 特別注意 放進去之後的話 就會這個data裡面呢 實際上 那就會是 這樣的一個結構了 那這樣的一個結構呢 當然目前 只有放在data 放在記憶體裡面 我要把它寫出去的話 那怎麼寫出去 一樣 你就f等於open 這個名稱 write 把它寫出去 那特別注意哦 前面我們如果寫csv是 f.write 把那個 x放 那現在是data 所以我就把 用一個什麼 json.dump 然後把上面這個data的資料 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呢 後面記得dow點 加上這個f5 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data的東西 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我知心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知心 然後把它考驗 應該沒有錯誤發生哦 ok 那寫完了 寫完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檔給打開 這個地方有沒有 當然你按右鍵 重新整個refresh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write 就這個檔 點json 然後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看一下 大瓜糊沒錯 裡面有個key key後面的話有個value value是一個串列 串列裡面的話有三筆資料 第一筆資料 豆點第二筆資料 豆點第三筆資料 然後後面的話呢 那就一樣是結束他的串列 結束他的四點 就大功告成 有個結構啦 其實主要是跟各位敘述一下 那個結構 那程式的話其實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所以以後你要看到一個結構之後的話 你要去想說對應的程式該如何寫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哦 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哦 找一個前面寫過的那個csv檔 然後呢 把它輸出成一個json的 那外面也只是個串列 就像之前一樣嘛 外面一個串列 裡面的話就放字典 key value key value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練習 反轉過來 把csv 再轉換成這個json檔 ok 其實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啦 不過把它寫出來哦 就是一個 我覺得不太容易的地方 至於怎麼寫 想想看 找一個csv的檔吧 也許我們就拿 也許剛剛那個上一題的 有個write.csv嘛 拿那個再把它轉成json 如果你可以把它轉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是真的完全了解 這個json這個格式 另外的話其實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哪裡 字典 跟串列 有沒有 尤其是字典 我發現有些同學對字典 好像了解的還不太夠 我還可以趁這個機會 如果你可以把字典的格式了解的話 那將來 你再遇到像那個json格式 或者是說像現在很多 雲端上面的database 都會用這種類似的字典的形態 像我剛介紹那個file base 這些file base 其實它也是對應到的就是一個字典的格式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這個104這一題 變化題的話也許你可以試著把 剛剛的csv檔案 試著轉換 變成一個json的結果 反轉一下 其實你可以google一下 我發現有時候google到的 的東西不見得是合用的 像有些東西最後發現 還是自己來寫比較快 不然的話有時候參考別人 可能他 怎麼寫還是怎麼覺得怪 OK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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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